作詞・作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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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主導者是一個我相信 平常有些很重要的原因 會導致這樣出現 所以待會可以請他稍微簡單講一下 為什麼會來做這樣的運動 第二位請到 大家開始有黃曉教授 黃曉教授 他目前是奧爾斯的 這個專業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的 領事長 然後過去 台灣類似相關的運動 我們去過我黃老師的生日 可能是理論家新東家 包括華華華社區 文明院 幾乎每個都有 包括鐵路沿線的台北機場 也有黃老師的一些開放 所以我們待會這個議題 當然我們這邊主導的標題是 世界深入跟南岸 南岸瓦蓋工廠的關係 但是我想這個事情還要蠻多麥克風 包括鐵路沿線 這麼多的機場 華山跟中山郭文 中心還有一些 體休場等等 這樣的情況一些 我們平常都搶 他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第二個就是 我們剛剛有給黃老師 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旁邊這個奧爾斯 U-O-U-R-S 剛好相對於這個 他也是跟主人U-R-S 這個奧爾斯跟U-R-S 好像互動完了好 但是旁邊這個案子 當初是只有U-R-S 13 反正今天看到 任務解除 雖然任務解除 變成這個特定獎業區 很奇怪 好像我們自己被發一個巴掌一樣 所以我們待會也被請黃老師 稍微檢查一下 這個U-R-S的這個脈絡 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下 一個機器可以變成U-R-S 好 他一般來說 我們應該希望他變成什麼樣的東西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到底這個市政府 他的角色有問題 還是說 有些量是確實很大吞 不少去共同去推動 那當然我們可以最後 包括觀眾朋友 聽眾可能都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因為這個事件 絕對不是故意事件 他可以 我們可以把他跟這個 文綠妹華山 甚至這個 目前正在情形當中 這個苗栗也很多 這些相關的事件 都可以做得對臨 他們一定有些共同性 雖然有些在城市 有些在鄉村 但是一定有些共同性 到底我們 目前這些 他們共同面對什麼樣的一體 都可以稍微聊聊 那我們首先是請鄰居小巧 跟我們訪問影片 然後待會兒就來介紹一下 所有運動的開始 現在他真的要放的影片是 2016台北市要申請世界設計 是因為那時候 最先開始製作的一個 國內宣傳影片 我們都選了兩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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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市場是 他舊的文化意識 以及新的創意人才 這些 遠比我阿公 年紀還要大的老房子 都可以是這城市的創意體 現在我們已經變成 小茶館 小劇場 小藝郎 以及設計師 和藝術家的工作室 這棟廢棄的龍工廠 在我眼中 其實充滿了 無限想像 以及無限可能 我像台北的室友 其實並不美 如果有一天 台北人 一條的街 一條街的 這個城市 應對的美麗 路面上街的鎖匙公道牌 如果結合了鳥的威士忌 那助理街頭的動作 就不再無聊 床間的早餐 如果能夠和鳥一起共享 這將是一天中 最美好的開機 我認選 我設計 一條河流 可以改變一個城市 一條河流 可以改變一個城市 一個是文化資產 就是我們的老房子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再造我們的老房子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關於我們的特色 是我們有很多鳥 那些鳥它們要在什麼樣的環境下才能夠 就是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它 就必須要有很多樹 所以就是這個樹跟文化資產 事實上是當初台北市它要申請世界設計支柱 兩個主打的賣點 那它裡面其中 他們後來提出去了 就是後來國際競賽片里 它就特別提到了一個重點 就是他們的URS經驗 那什麼是URS呢 它其實講的就是說就是URS 就是我們所有市民可以共享的 那它想要打破 原本就是我們現在就是一直在讀書更新 就是把房子一直拆掉 那它想要就是不要讓房子 不是只有更新意圖 它還是可以把老的留下來 讓它讓過去跟未來並存 所以它就設了好幾個URS基地 然後瓶蓋工廠是其中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瓶蓋工廠它的位置 你可以把這張放大嗎 就是照它原本的大小就好了 這個 好 有沒有那個雷射 有有有有在這裡我看到了 不好意思 我們可以看到瓶蓋工廠 它是不是位在當初的鐵道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就是當初的鐵道 然後現在這個鐵道呢 已經變成了市民大道 然後這個是瓶蓋工廠的位置 然後這一條是南港路 這邊是中小東路 然後這個鐵道沿線就是台北市的鐵道 然後它其實兩邊它都有非常多的重要的工業遺產 從萬華那邊有糖庫 就是以前的糖廠 然後接下來就到 有建國啤酒廠 還有台北酒工廠 就是現在我們知道的華山 然後接下來就到了松山煙廠 然後松山煙廠之下有台北機場 然後到南港斷的這邊呢 其實以前南港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廠的 那你可以發現我畫打擦的東西就是 這邊大部分的幾乎全部通通都拆光了 首先就是這個松山煙廠 這個松山煙廠其實是南港非常重要的文化資產 它裡面有八卦窯 你們知道八卦窯人家是很有名吧 就是當初那個苗栗柔正統 他把那個八卦窯人家拆掉 然後在高雄也有一個八卦窯 它是被列為國町古籍 可是南港也有一個八卦窯 但是那時候好像是 就是里長他想要去申請說 把這裡提報為古籍的時候 然後就地主就連夜就把它拆除了 然後接下來還有這個是 他在旁邊有個202兵工廠旁邊有個新莊子坪 然後這個松山寮養院呢 它其實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棟建築物 就是南港這邊算是很具標誌性的一棟建築 然後他在非常早以前他就拆除了 那目前他還留下一小部分 是松山寮養所所長的宿舍 那這是南港被指定的三個文化資產裡面 塑果僅存的其中一個就是那個所長宿舍 那他雖然被指定為歷史建築了 但是他就被荒廢在那裡 所以你也從來不會有人跑去那邊 然後也沒有就是他沒有更新啊 也沒有再利用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個南港輪胎 南港輪胎裡面有個煙囪 就是這個煙囪本來是南港的地標 那他也是被指定為文化資產 在文化局裡面他講說南港的三個文化資產 就是這個煙囪是其中一個 那他被指定為歷史建築了 可是他也還是被拆掉了 所以就是即使被指定了 還是不具保護效力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二零二兵工廠裡面 有一個王毅德古墓 他是南港唯一的一個古蹟 然後這個古蹟就是他的保護效力 是比較高的 所以南港總共就只有三個文化資產 然後一個被拆掉了 然後一個就是在荒菸曼草間 然後剩下就是瓶蓋工廠 那瓶蓋工廠呢 目前他其實是還蠻危險的 因為他中間要開了一個計畫道路 那我們等一下會來講一下說 這個計畫道路他到底會迫害到 哪些已經被指定的歷史建築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裡其實是有很多 很豐富的歷史資產 像這邊還有一個南港隧道 這邊其實這條鐵路呢 是台灣的一條鐵路 是游民船所興建的鐵路 那這條鐵路 他通過的就是新莊子皮 新莊子皮當初是台北第一個天然皮糖 就是有歷史記載的 從青道光前樓年間就有記載的一個皮糖 一個湖油 然後這個天然的皮糖喔 他本來的大小不是只有這樣 就是他本來是很大的 他範圍一直到瓶蓋工廠 所以瓶蓋工廠本來 事實上是建在遲早上 他是建在一個皮糖上面 然後所以他在瓶蓋工廠有一大部分 就是我們看到很多樹的那個地方 他本來是皮糖區 然後他這個鐵路呢 他穿過了一個湖泊 就是他象徵了一個 穿過新莊子皮的一個技術 然後又穿過山 然後這個穿過這個山 他就是到南港隧道 這個南港隧道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資產 他是日本就是在領台灣之後 所開闢的第一個隧道 所以就稱為日本領台第一棟 好我們來看一下一張圖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當初被拆掉的 這個松山專長的樣子 大家下一張 這個是當初南港以前的樣子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時候 還有非常非常多的稻田 然後開始有了一些工業遺產 然後這個就是松山專長所位在的一個地方 好下一張 就是那時候他開始就是因為有工業進來 所以他就會有污染 那也是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南港 他就有了黑箱的惡名 那在某一方面 這個也是象徵了台灣的經濟發展的一個部分 就是他因為我們台灣開始就是有一些 就是重工業跟輕工業 然後南港變成一個工業城 好我們再往下一張 然後這個是這個我收集到一個就是李市長 就是南港的李幹事 他給我的一個老照片 就是關於那時候正好正在建新建南港車站的時候 然後這邊這個是南興公園 然後這個就是未來的南港車站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可不可以放大 這個照片都這樣看起來好小 就是這個樣子是不是 好吧 這個就是那時候被拆掉的這個八卦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個是就是那個南港車站 下一張 這是以前的南港車站 下一張 然後這個是 旁邊就是還 你看到這邊有陰價 這個新莊子皮 他已經越來越縮小了 然後他這邊後來呢 蓋了一個好像什麼都國林社區吧 就是他還沒有蓋大樓前這個新莊子皮的樣子 然後這個是那時候納利公災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看到 當初在南港地區他淹水的有多嚴重 就是你看整個車牌 就整個都被淹進去 尤其就是在南港車站跟平安工廠那裡是淹的最嚴重 你為什麼都沒有辦法正常的 就是可以把它變成全螢幕嗎 就是這個放起來都很小 然後把它變成全螢幕 然後把它變成全螢幕 對就是這樣 謝謝你 好這個就是納利風在前一張 納利風家的時候 你看這邊整個全部都很小 就淹了就是南興公園 然後這邊 其實你這樣不要還沒有講 就是這邊他包括到 他是自動播放 他在自動播放 你不要自動播放 好謝謝 好謝謝 就是現在這個就是當初納利風災的時候 整個南港就是在平安工廠 包括車站還有那個旁邊那個公園淹水的情形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裡其實以前他本身他就是 新莊子皮的一部分 所以這裡其實是地勢非常低蛙的 在這邊做大事的開發其實是非常不好的 好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這個呢就是當初那時候 然後他們在就是把南港輪胎拆掉 南港輪胎就在平安工廠的旁邊 然後這個煙囪呢被指定為歷史建築了 然後這是他的最後一面 接下來就是他拆完之後 連被指定的南港輪胎的煙囪也被拆掉了 下一張 然後這個是南港現在的三鐵公共車站正在興建的過程 下一張 然後這個是南港隧道 就是你們如果後來到平安工廠逛的時候 我會還蠻建議你們就是 從南港隧道這樣子一路走過來 然後過來的時候你可以到 除了到這隧道以外 你可以到下面去看一下這個 這個下面的這個寒洞 其實這個最重要的部分 它有五基價值 這個還沒有被指定 所以我非常希望說有這邊有沒有人 他們如果你們對五基還是什麼興趣 可以去把它指定下來 那因為他以前是會在南港 但現在會在新北市 所以就跟平安工廠這邊 就是他會有一點 就是他地區不一樣 因為平安工廠這邊是屬於台北市 然後這已經變成是新北市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寒洞 這個用的非常重要的石頭 這個石頭是內湖金燕山的北市古石 也是當初建台北城城牆的城牆石 那他在裡面就是下面的寒洞 還有裡面的緊急出口 都包含就是都還擁有這樣子的石頭 所以這個其實他的歷史價值 就是他的文化資產價值是非常高的 好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個是當初的松山寮養院 你可以看到這個房子還有這個湖鍋 本身是多麼漂亮 然後後來這個已經被拆掉了 實在是太可惜了 好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是當初的松山寮養所的圈子 好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平安工廠他 嗯 對啊對啊 其實你們哪有去過的人 你們現在大概如果已經是南港人 大家知道平安工廠在哪裡了 這個就是佳樂福那過去就是南港高工 然後這個就是南興公園 這個就是後來三鐵公購的南港火車站 然後這邊是南港郵局 所以這邊這一大塊土地呢 大概2.6公頃就是南港平蓋工廠 然後這邊這個廣場呢這個部分 其實他周圍都是樹包圍起來 他們以後會有一半大概從Q洞的中間 這裡一直下來 他會變成公園綠地 但是只會留下一點點的樹 然後他們打算把樹移到這邊來 然後這個廣場其實就是當初的皮膏區 然後目前呢他打算 你有看到這邊有一條小巷子嗎 然後這邊呢也有一條馬路 他們打算要把中間開一條馬路 然後這條馬路開過去 你們看大概什麼房子會被拆掉 就是這一棟居棟還有這一棟 然後這邊也還有一個碉堡 等一下我們會來講一下說 我們目前爭取保存的狀況 以及我們運動是怎麼開始的 好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個是我們守備隊裡面 非常厲害的建築的同學 他們非常用心 然後就是我做了一些就是調查 然後請他們來就是畫這個圖 所以這個圖非常的完整 他把平台工廠的每一棟 然後還有包括他的功能 就是我們這個功能 就是他目前我們在就是 網路上看到的都不是像這個這麼正確的 所以這個應該是目前我們查到最正確的資料 所以我們從大門進去 你會先看到這邊有個警衛室 然後這個是辦公廳 這個是日本時代就有的 然後這個是以前的舊倉庫 那時候後來還有做守備式的功能 然後再過來這邊是也是日本時代有一個 宣衣倉庫 然後旁邊呢 另外一個門出來就是他的配銷處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模板室 然後跟兩個低壓硬鐵工廠跟高壓硬鐵工廠 你們有注意到 他其實好幾棟都有防空避難室 甚至還有防空洞 你們覺得為什麼就是 這邊會有這麼多 防空相關的東西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跟美國打仗了 好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他其實這一棟工廠 他是興建在1941年 1941年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那時候發動了 日軍發動了太平洋戰爭 他開始跟美國打仗了 所以這個工廠他成立的目的 其實是為了戰爭的目的 他一開始不是作品帶的 一開始呢 他是為了生產碳化板 然後我們的守備隊隊員非常的盡心 他還把碳化板帶過來 碳化板就是長這個樣子 他是用軟木做的 你們覺得軟木 單字都是來自什麼地方 軟木 南亞 南亞 不是 他是來自葡萄鴨 那為什麼就是那時候戰爭 所以就是你 那時候已經在發生二次世界大戰 所以就是你從葡萄鴨 就沒有辦法再進口軟木了 所以那時候呢就是在台灣大概宜蘭大同 大同鄉太平山區的時候 他們找到一個代用品 那種樹叫酸皮粒 那用這個 所以他後來就用那個酸皮粒 他這個工廠本來的名字不叫平乾工廠 叫國產軟木諸事會社 所以他本來是只有生產軟木的 那他生產的這個軟木呢 他主要的目標就是要製作這個碳化板 那碳化板他是在軍艦裡面 軍艦裡面在船艙啊 然後還有包括就是他甲板的很多部分 因為他是比較輕 然後通常在那時候的船艦都會用到這個碳化板 然後那時候日本的那個海軍 他要往南下到太平洋的時候 他都會去經過台灣 他需要修補 所以他就會用到這個碳化板 所以他就是成立了這個工廠 那時候主要的目的其實就是跟海軍特約工廠 他想要就是修補那個船艦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這邊就有一個碉堡 然後又有一個防空洞 然後又有非常 所以這裡是當初北軍轟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據點 那之後呢 這個為什麼會開始變成生產瓶蓋 就是因為他生產了碳化板之後 他還有其他軟木 他可以拿來做別的東西 你想軟木還可以做什麼東西 對就是瓶塞 所以那時候他還跟當初的台北酒工廠 也就是現在的華山 他們其實是有合作的 還有好幾個酒工廠 他就是生產他們的瓶塞 然後你們覺得這個軟木跟瓶蓋有關係嗎 就是現在的瓶蓋跟以前的瓶蓋是不一樣的 就是以前的瓶蓋它裡面的墊片用的是軟木 所以後來我們才把它換成塑膠墊片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已經在生產瓶蓋了 只不過這個是副產瓶 好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張 這裡面就是敘述了整個工廠 他生產的流程 所以你可以發現其實他每棟建築 他都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呢我們先從一開始 他現在把鐵片送進來了 然後他需要做裁切 然後裁切完之後呢 這個是在製板室裡面裁切的 然後接下來他送進了低壓硬鐵工廠 然後低壓硬鐵工廠 他主要生產的是米酒的瓶蓋 然後後來他還有到這邊就是做印刷 就是他把那個我可以把它搭檔嗎 對然後移動它到這裡 他首先他是在背面打底 然後在鐵皮背面他塗抹這個地水 然後接著他在裏面再加上塑膠片 然後正面印花會在鐵面上印刷塗抹 這是他的生產過程 然後他的高壓硬鐵工廠 主要就是生產啤酒的瓶蓋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高壓跟低壓的差別? 啤酒的瓶蓋跟米酒的瓶蓋有什麼不一樣? 對啤酒的氣比較多 所以他因為有二氧化碳 所以這個高壓硬鐵工廠的 他生產的瓶蓋主要是給鐵酒用的 好那我們再把它搭圓 哦就是一件成圓圓塊 然後接下來他就送到了這一棟 他來進行衝型 就是他送進去一個機器 然後把這個瓶蓋就是 就是一個形狀鐵片 對充模 就是把瓶蓋製作出來 所以這一棟主要就是拿來生產瓶蓋 那他們最早開始是在這一棟裡面生產瓶蓋 然後後來他就蓋的比較高了一棟 大概是有四層樓就在這邊 然後後來他又送到了這個瓶泡工廠 就是做裡面的那個墊片 就是塑膠墊片 那以前是用軟木來當墊片 然後最後他再從這邊再回到了這裡做包裝 然後最後到這裡配銷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其實它是一個完整的流程 就是你如果要保存的話 就一個工廠你要做文化資產的保存 你必須要保護下整個生產流程 不然你沒有辦法知道這個瓶蓋到底是怎麼生產出來的 但是我們目前他現在只保住了幾棟 就是這棟辦公廳低壓硬鐵工廠 然後高壓硬鐵工廠還不知道 然後以及這一棟瓶蓋工廠 還有前面這個索威士跟酸液倉庫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碉堡跟防空洞 然後目前這個辦公廳跟這個碉堡 因為擋到了那條碼布 所以他們打算要把它一地保存 現在就是這個碉堡 要讓其他搬家搬到可能旁邊的位置 然後這個辦公廳 因為當初他們本來想要叫要搬家 後來發現要花太多錢了 所以乾脆要把它分吃 所以現在這個辦公廳會被踩成一半 所以現在就是目前我們的保存的狀況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如果我們就只有留下這幾棟 就是這個工廠的作為 他的文化資產價值就是喪失了 你根本沒有辦法看出來 當初這個瓶袋是怎麼生產出來的 好 我們再看下一張 他這邊還有一個宿舍 這邊整區通通都要被踩掉 還包括那個瓶堂的救急 好 現在下一張 那這個我們去看一下 這個就是整個鐵道沿線 目前就是南港正要發生的事情 我們把它放大好嗎 好 這邊這個是瓶蓋工廠 好 那這邊呢 就是寫到沿線他 目前他想要想要做的事情 這邊是流行音樂中心 然後這個在南港輪胎的這個地方 他要發展了一個 艱難叫做世界民族的艱難 然後我們再往這邊走 好 那這個呢 是南港釣車場 這個在前陣子不久前 他已經被拆掉了 然後再過來這邊 一直到松山車站 好 我們再往這邊移動 這個鐵道一直過來 所以就等於是說 從松山這邊一直到 就整個台北的最東邊 他有沒有發現他所有的文化資產 所有的工業遺產都沒有了 所以你就只剩下瓶蓋工廠了 你再不把它留下來 那你真的是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好 我們再看下一張圖片 好 那現在我在講說 我們是怎麼樣開始這個運動的 其實我只是一般的小市民 所以我現在其實站在這裡是有點惶恐 因為我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所以那時候 我開始會進去那個瓶蓋工廠 是完全只是一個意外 就是大概去年6月 6月的時候 我就聽到新聞講說 一個地方叫南港瓶蓋工廠 然後它是UIS 石山然後是一個創意基地 然後因為我本身就是做藝術相關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對這方面是很感興趣的 那他就說已經要被拆掉了 那就是把握最後的觀看機會 那時候他們有特別開放 就是一個地 就是開放場區就是 他因為要拍一部影片叫 愛上九號球 那那個愛上九號球 說是五月天的Fight Show所主演 就是他拍的第一部片子 那他特別打造了一個電影的場景 就是讓所有就是 請所有民眾趁最後的機會 然後去瓶蓋工廠參觀一下 所以我也指過就是去參觀了民眾 那因為我以前在中研院工作 所以我有在南港住過一段時間 然後後來我家搬到豐福去 但是也還是就在那附近 就想說欸怎麼離我家這麼近 我就從來都沒去過 我只是就去看一下 然後看完之後我就覺得好可惜 怎麼會這樣的地方 怎麼可以被拆掉 然後心裡就在想說 我到底可以做些什麼 因為我本來想說 一定有人發起了什麼運動 然後我可以去按讚啊 或者是去協助他 結果我就去網路找半天 怎麼都沒有人做任何事情 然後大家就說喔好可惜喔 這裡要被拆掉 我們趕快去停票他一下 看他最後一眼 然後那時候我想不行啊 怎麼可以就讓他這樣被拆掉 所以我就做了我生平 我覺得最不可惜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寫信給公部 我從來沒有想過說 我可以去寫信給公部 所以我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可以寫給誰呢 我就想說 哇我是應該寫給文化部長 所以我就發了一封信 給龍應台 然後也寫得還蠻甘心的 我就去找了他之前 關於文化政策 就是他說覺得文化政策 應該是做什麼事情 然後裡面有一大段是講到說 關於老樹啊 還有關於就是老的房子 就是我們這些東西 就是文化政策在關心的 就我寫給了他那封信呢 我本來以為說 或許他們就會有回應 就會有人做些什麼事情了 結果我收到的回應是 他說這個不關文化部管 這個應該是歸台北市文化局管 但他應該歸台北市管 所以後來呢 他就把皮球踢到了台北市政府 然後台北市政府就市長呢 他又把這個皮球又給他踢給了 台北市文化局 後來台北市文化局 他就回了我一封信 他就跟我講說 這個沒有被列為文化資產 就是他不是歷史建物 也不是古蹟 然後甚至也沒有被列管 那他就建議我說 你可以去做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給我一個連結 一個表格 就說你可以說說你關心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去填一下這個表格 真的比賽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一開始是很生氣的 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 你們不是文化局應該做的事情嗎 怎麼會是我這種小市民來做呢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了一下說 怎麼我們每次就是看到什麼事情就說 這個應該是什麼都沒有人做 卻都沒有想到 其實自己就是那個人 所以我那時候就只是突然一個轉念說 我其實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填了我身體第一份 武器體報告 就去找了很多他相關的資料 然後就把這個送到文化局 所以就開始了說 他就開始有了契機了 那時候我會發起的這個運動 是因為他本來就沒有比要差 後來我成立一個粉絲專業 那他就 接下來他就說 網路上是說八月底要差 就是他從六月底以後 一直就是他的 指線一直往後演 然後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是很擔心 他真的八月底就會被拆掉 那我就想說 這樣我可以寫信給公部門 我是不是可以請所有人都跟我一起做這件事 然後那時候我就做了一個 就是在網路上用粉絲 就是那個粉絲專業的一個活動 然後請大家一人一姓來揪評概 那那個活動其實還滿成功的 因為就是還滿多人想聽的 等一下我喝一下 好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其實這個活動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請所有的人 你只要去寫一封信給台北市長 或者是台北市文化區 那你就是在網路上 你就會獲得一個案件編號 然後那個案件編號 就是你如果去寫了信 把案件編號回覆到我們的活動裡面來 我就會為你剪一個垃圾瓶蓋 而且是真的去剪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很認真的到處去找瓶蓋 然後後來就是我們就是許諾說 如果就是你們我不曉得有多少人會願意去寫這封信 但是我們後來確實是有真的非常多人響應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垃圾瓶蓋 去蓋了瓶蓋工廠前面的三棟房子 然後這是我們正在蓋那個房子的過程 後來我們就用了這個 好我們再看下一張 就是我們就是那時候發起的一個活動 就是瓶蓋有集隊 就請大家來參加的人 然後我們就蓋了這三棟房子 然後到瓶蓋工廠 就是路過現在 我們現在圖案件的很火紅路過 我們那時候其實也就是去路過瓶蓋工廠 然後那時候非常緊張 因為我生平沒有去做過這樣子的抗議活動 然後那時候來了好多警察 其實是很害怕的 然後那些警察他們那時候就覺得奇怪 怎麼這一群人這麼無害 他們就是來幹嘛 所以我們就是來想請所有的人來這邊就是 都帶一個垃圾瓶蓋過來 然後我們在門口就排個停拆 然後Save 就是請求要把瓶蓋工廠拆掉 然後就作證 然後後來這個有到我們有到一個 就是一個藝覽空間展覽 我們下一個 下一張 然後這是當初那時候來響應的人 其實並不是非常多 但是那時候其實也還滿感動的 其實這個是有一點點撐過的 然後後來我才得知說 就是文化局的信箱那時候被篩爆了 就他本來我那時候提的那個古集體爆表 其實他裡都不理我 而且我後來他們好像信箱被篩爆之後 他們就開始決定要正視 欸這奇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在意說 平安工廠不要被拆掉 然後那時候我發起了 其實活動其實說不要拆掉平安工廠 還要說叫請就是請市政股 注意說就是我們要成為真正的世界設計制度 就那個活動裡面是提到的說 平安工廠他當初是作為一個宣傳 世界設計制度的一個基地 那我們那時候才剛過了首輪 然後大概九月的時候 好像國際評委要來台灣來看一下 就是一些UIS基地啊 然後還包括收音這些地方 那如果說這我們是唯一目尾 但也有可能唯一目尾 最後我們也有當選我 所以我們其實是還蠻替他擔心的 所以我們就 所以我們就建議 他其實用很正念的方式去鼓勵 他說你千萬不要讓國際評委來的時候 看到你當初宣傳的東西已經被拆掉了 然後我那時候還寫了 就是特別發信給所有的國際評委 告訴他們這件事情 好我們現在看下面 這個是我們第一次上的報紙 就是那時候說民主有幾對 他們在南港不太長 好然後所以後來這邊 就是那時候他們才開始決定要做文化資產的保護審查 所以本來是30號拆除 所以後來就延到了年 但他們還是其實一直遲遲沒有來會看 接下來是又發生了下面的事情 好這是我們那時候做了統計 就大概有300個號碼 然後就把信箱塞到了 好下一張 好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第一次進去嗎 那時候已經要被拆掉 而且甚至不能進去 結果我們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把平帶工廠打開了 其實我們沒有佔領 其實那時候其實是一個機緣 我那時候在找平帶工廠相關的意思的時候 就找到有一個關鍵人物 就是平帶工廠他的創辦人 然後創辦人名字叫雨萍閩南 就是那時候我心裡面就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查到更多關於這個雨萍閩南的相關資料 結果我就在查 在google這個雨萍的時候 突然找到一個奇怪的新聞 就提到有一個先生叫雨萍奇一郎 然後來台灣尋青 然後跟上了中國時報 說他找了非常非常的久 然後就經過大家的努力幫忙 然後他在找他爺爺 當初在萬華地區的一個鄰居 然後因為他們非常的要好 然後爺爺臨終的時候 就跟他講說 請他一定要再去找到他們 然後還有他也來找他爺爺前住的地方 和包括他所有的產業 結果這天就登上了新聞 所以我就找到了 我就想說這個雨萍會不會跟 那個工廠的創辦人的雨萍閩南 有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其實是很冒昧的 我就寫了一封信 就去找這個雨萍奇一郎 他的E-mail 然後還真的在被我找到了這個人 然後我沒有找到這些 我本來是很冒昧 萬一搞錯了 其實是很丟臉的 結果沒有想到這這麼巧 還真是這個雨萍奇一郎 就是雨萍閩南的孫子 然後還正好要來台灣 那時候他就等觀光局的委託 就是要來台灣宣傳一些他們當地的一個教育啊什麼的 結果他就跟我講說他非常關心這件事情 然後他很希望說可以就是來就是他來的時候 還可以看看這個工廠 所以我們就有跟政府部門協調說 你這邊總不能不讓人家後代子孫看一下就把它拆掉 你至少讓人家看一下 所以我們就辦了一個巡 他就那時候就口紅答應 結果後來就不得已就必須要死刑了 就是那時候他就把瓶蓋工廠打開了 我們就辦了一個巡跟導覽跟記者會 好那這是那時候記者會之後的時候 我們排了一個SAVE 就是用人體的那個排一個拯救瓶蓋工廠 好我們看下一張 這是那時候拯救瓶蓋工廠的記者會 然後這個就是雨萍奇郎先生 那時候我們還找到了當初瓶蓋工廠的老員工蕭福聰 還有他其實那時候來了好幾個老員工 然後還包括就是非常多人 就在那時候都挺身而出了就出來了 好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這個是老員工帶著我們導覽 所以我也是在那個時候 才開始知道瓶蓋工廠是幹嘛的 因為我本來去的時候 當初只是因為我愛好裡面的藝術 就覺得這裡面有很多塗鴉 還有很多藝術作品我都非常喜歡 但是我對於這個工廠 他真正的意涵我是完全不理解的 所以就經過他帶領我們之後 才開始知道說 原來這個工廠本身的意義是什麼 好我們再看下一張 然後結果又發生了更神奇的事情 就是 這雨萍奇郎先生 他就突然打電話來給我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他必須要見這個人 因為他以前是瓶蓋工廠的老員工 所以我覺得就是一種好像明明之中注定的吧 然後後來呢就是 其實就是我董事長他幫忙非常多的忙 就是我們之前關於瓶蓋工廠早期的歷史很多都是不清楚的 就是我們因為見到他然後後來又做了很詳細的訪談 才知道說到底在日劇時代的時候 瓶蓋工廠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他接著呢他又邀請 就是這個雨萍奇郎先生的父親來台灣 所以後來我們又辦了第二次的導覽 就是那時候我董事長就親自帶著他們墓子 然後就一起逛了瓶蓋工廠 然後還指認了很多當初他工作的一些地方 所以這個其實對於我們後來指定了很多古蹟啊 沒有沒有指定古蹟 歷史建築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好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是瓶蓋工廠 如果你們還沒有去過的話 可以從這個照片裡面來看一下 這一棟呢就是那個辦公廳 日本時代的辦公廳 你可以看到他其實這裡還有日本的黑瓦在這裡 那他本來都是鋪的是日本黑瓦 可是後來他在一段時間後就換成水泥瓦 好我們看下一張 然後這一棟裡面他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是在於他的梁柱 然後這個梁柱你可以看到上面有的 這個寫了這個字 這個叫梁尚明 通常就是老建築裡面還 就是梁柱裡面還有寫上這個紀錄跟文字 是非常非常罕見的 如果我們有找到幾個有寫上這個東西的 他都是被指定為古蹟的 可是這一棟不只沒有被指定為古蹟 他還有被拆成兩半 好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個就是這一棟他的這個很漂亮的兩柱 這個 這個是由天融木材 當初的天融木材廠 出產的木材 那木材人家是很珍貴的很快木 那現在他們打算要把這一棟 好看下一張 這是鳥看圖這一棟 他要把它切成兩半 因為這裡有個馬路要過來 所以他就會被分屍了 然後還包括下面一張 這個是他的另外一面 其實我覺得我最喜歡的就是 皮蓋工廠裡面的藝術 這個是他門口就會看到標誌性建築 其實他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這是玉取 台灣的非常知名的塗鴉藝術家 他在去年5月的時候 在海寧根的藝術間 他特別為皮蓋工廠畫上的 然後這是他生名最大幅的作品 好下一張 這是當初那時候 海寧根辦的這個展覽的時候 晚上這個作品的樣子 好下一張 好這個就是他們打算要把它 異地保存的雕寶 這個是根據吳瓦米口述 就是他有做這個標寶 所以他就證明了這個是二戰時期 興建的 好我們看下一張 這是標寶我們外面的樣子 因為他還蠻可愛的 他有你們其實如果沒有進去 在外面就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那其實這個眼珠也大有來頭 其實在皮蓋工廠裡面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眼珠 他是英國的一個藝術家 叫Yoshi Luker 他之前在平代工廠 在UIS時期辦了一個活動 一個展覽叫遊樂園 然後他在那裡面就有留下非常多他的作品 好下一張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很罕見的東西 這個你們猜是什麼 對警報器 防空警報器 所以代表你看這裡其實他的軍事價值 是軍事 就是他作為軍事據點 他其實跟其他的工業遺產是還蠻不一樣的 他其實是非常具有軍事重要性的 他甚至在門口他都還有一個防空警報器 好下一張 然後這個是已經被保住的防空洞裡面的樣子 下一張 然後我們上一次的文資審議的時候 其實我們總共已經召開了四次的文資審議 就是他每次都有一點點的成果 然後上次我們也多爭取了一棟 就是這一棟 就是除了剛剛前面的那兩台 又把這一棟爭取下來了 好下一張 這個是裡面唯一有鐵行架的一個商庫 然後也是當初生產平代的地方 所以平代工廠的名稱就是這裡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跟他講說 你要保住這個地方 你沒有一棟 就是你沒有把平代工廠的本孫保下來 那你在保什麼 所以他後來就把這一棟也保下來了 所以這一棟在上次的文資審議 就是上個星期一的時候 他被指定了 好下一張 那這個是我們下一個想要爭取的一個目標 就是那個宿舍 他這個其實這邊前面的部分 應該也是由日本時代的就是老的宿舍 就是廠長的宿舍 就是他老的宿舍的就是結構然後重建的 雖然他就是不是在原子 但是他其實用原材料 他再去重建這個宿舍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所以我覺得這個宿舍區這邊是非常漂亮的 這邊沒有留下來真的非常可惜 好看下面 那這是本來就是廠長宿舍 他們有一個門口是直接通到南港路 本來的門是紅色的 下一張 然後外面甚至還有庭園 甚至還有椅子 下面 好這是這個整個的樣子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這個區塊 可是這邊他整個都不會被留下來了 好下面 好在下面 那這邊這個是他們下次要另外再討論 就是這一棟的去留 這一棟裡面 你有看到這邊是有一艘船 這是當初在遊樂園時期 有一個日本藝術家是畢業的課宴 他跟當地的居民和學生 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建造起來了 那這艘船裡面其實拍過了好幾個MV 包括哈琳的一個MV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哈琳的那個MV 可以回去找看看 就是然後這邊其實當初也做過了 非常多的演唱會 然後很多活動都在這邊舉辦過 然後這邊這個作品是我們去年後來爭取到一個開放週 我本來是希望那個展覽可以做久一點 可是他就只有我們一個星期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在那個星期裡面做了好幾個作品 好下一張 好這個是我們當初開放週的時候整理一下平安工 欸工廠 然後這個是這一艘船 你看他這艘船其實非常的可惜 他本來是非常漂亮 所以他現在已經開始一個個的這邊 因為他是有瓦刃紙 然後一個個縫起來的 所以他現在外面其實已經感覺已經越來越破爛 但是他裡面是木結構 所以他還是非常的堅固的 所以我們是還蠻希望這一棟可以留下來 你看他的空間感非常好 這上面屋頂還有個方形的圓形的 是在其他的空間 我都沒有看過這麼漂亮的一個空間 好下一張 然後這個是裡面他們覺得沒有保存價值的 就是比較高的有四層樓的 但是在那四層樓裡面是唯一擁有大型機械的 好看下一張 就是在這一棟裡面有一棟 他們已經確定沒有保存價值 就是機械其實都在這個裡面 所以如果說你整個工廠你擁有機械的部分 你沒有留下來 我不知道你是要怎麼樣去跟後面的人說說這個工廠他本來是幹什麼的 就像比如說華山酒廠和松菸好了 你去他的空間裡面 你根本已經不知道他原本是做什麼的 你哪一間在做什麼 你根本都看不出來了 那我不知道說你只是保下了殼子還是保下了他的歷史 好下一張 然後這個是還蠻珍貴的老照片 是當初他們就是台北總共產業總共會提供的 就是關於怎麼樣製作瓶蓋 下面 這是他們在操作做瓶蓋的機器 下一張 這是他在做裁切的功能 下面 這是他那個機器他們是怎麼樣做出來的 還有下一張 就是這樣子然後慢慢把瓶蓋做出來 下一張 好再下一張 就是這樣生產出來 然後這個瓶蓋呢 他瓶蓋工廠他後來就變成全台灣最大的瓶蓋工廠 就是基本上你就是所拿到的啤酒瓶蓋 各式各樣的鐵的瓶蓋 還有後來他們又生產鋁蓋 就是大部分的瓶蓋都是由這家工廠所生產的 然後後來他們在2004年他們就搬遷到林口去 所以現在也還是持續在生產瓶蓋 下一張 下一張 所以我應該是大致上講到現在就可以了 我們再看下面是什麼 對這個是工廠裡面他們 其實他機能是非常豐富的 就是除了生產的空間以外 他也包括有浴室然後還有廚房 然後他這個廚房甚至還有好有這樣舊的這種瓶蓋 下面 然後這是那一棟 那邊也不會被保存 是當初的他們還有一個很大的林堂 認分的樣子 下一張 這個是我後來去找到 這個工廠裡面主要的一個建築師 是我們最新的一個市政 就是那個建築師 我後來找到他的老照片 下面 就是這個他被任命 然後這個建築師 其實大部分工賣局的所有的建築 都是這一個很有名的建築師 李縮昌先生他所蓋的 然後這個是我們後來想要提報的一個新市政 就是我還蠻希望有人可以幫忙的 因為其實後來做的時候 你看從去年六月底到現在 就是我已經越來越沒有力氣了 所以我們其實中途有非常多人在幫忙協助 這就是其實人力還是非常非常不高 很多時候就是心有旅遊力不足 所以我們後來有找到這個新的東西 但我們還沒有把它提包出去 我們也不是很肯定這個是什麼 就是在提堂區的時候 那個地方有一個奇怪的洞 然後有個階梯可以往下走 然後我們甚至往下去探勘了 來往下一張 這個是他這邊的磚頭 下一張 然後我們往下探勘發現了一個這樣的地方 你們覺得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看的很像什麼 因為我也覺得很像防空洞 但是又不是很肯定是防空洞 汙水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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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在想是地下水道呢 還是防空洞 不是很清楚 對 所以我們還蠻希望說 可以請文化局再來 重新匯攀這個地方 然後這是我們目前的進度 然後下面我們就請黃蓮茂老師來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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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讓兩張 第一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你自己講 第一個重點是 你書家不能給你 然後第二個重點 得退的時候很可怕的力量 他很多事情都是 有些專業者都不知道 你現在可以這樣做 然後很多小事就發生 我相信應該在座朋友有很多 還有很多疑問要問的 最後面再來發問 先請王老師來簡單講一下 如果知道有什麼問題 我趁著說 先把我想聽的 先跟王老師講一下 一個大概就是世界文化制度 慢用下程度 這個運動是比較好 然後大概就是 王老師做專業的理解 這個化為商業對應修 這個比較好一點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我希望能夠聽到從王老師來看什麼事 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三個問題 非常想要花滿多時間 我想在Ribeta講完這段時間參與的經驗 我想就這個題目 我想還是拉到 我們應該怎麼來看待這件事情 這裡寫了有關 聖地支付這件事 我大概過年的時候也去買一本他的那個書來看 看了之後大概有兩個感想 當然我之前也大概知道整個市政府在推動這個事情的一些工作的方式 第一個我覺得滿沒自信 因為我想編一本書很重要就是說 代表政府的立場對這個城市有一個態度 他到底把什麼東西放到這本書裡面 我就非常的好奇 看了一半我覺得他沒有這個城市的價值 意思就是說 他只把他做的事情放在裡面 你知道這個意思在哪裡 城市不是每個某個人做哪些事 就像說剛剛那個鐵工廠那些建宗的朋友跟宜君他們做的那個圖一樣 那個絕對不是一個時期的品牌工廠 那個很多時期 疊在那個圖面上面 那已經示範一個動作就是他逐步的去把那個牧師一層一層的檔案給拆解開 我們稱這個叫城市 可是我覺得在市政府這一本報告書裡面 並沒有把這個東西放到那個裡面 那可能是這任局長他在台北市所做的事情放在這裡 以至於我看到最近他也常被質疑說 是不是因為已經拿到入門票 反正到時候也不是他端局長 所以現在市政府也沒有在關注到底世界制度在做哪些事 那果不起來我去問發展局的朋友 他們說他目前也沒有哪一個政策是直接跟這個世界制度有關的 那回來看其實我覺得世界制度 我不是說那個很重要 而是那個其實蠻重要 那回來我覺得比較重要就是說 那我們這些人覺得台北 他的價值跟如果可以稱為世界制度的話 他的內容在哪裡 所以我是比較想用這個角度來看這件事 那如果這樣的話我覺得剛剛 這整段就是台北如果要談是世界制度的話 搞不好就是他的意義就在這裡 他不在談說 不只在談這個叫做URS13 對不對 而是他被要拆掉之後 然後引起了一個小市民 然後他用他的力量 然後去用力之後 來追索到這個城市的歷史 就像他剛剛講的那個 我想他整個故事應該就是 台北市成為設計制度最重要的一個內涵 是不是這樣 那如果這樣的話我覺得 其實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整個台北這幾年的 要講多長我不知道 至少在這幾年 這將近二三十年裡面 我覺得可能他面對兩個很大的一個衝突 一個就是說我們好像經歷過 過去的一個發展的主意 破壞很多東西 很多人開始關心這個城市 講不出來要什麼樣子 可是我想那個絕對不是說是 師谷悠情 對不對 我想這個談的是一個未來的事 我想剛剛Rubeta 師範的這個講了他的故事 其實這是一個未來 對我來講 他不是一個師谷悠情的事情 所以讓我們看到 面對過去的歷史 其實是為了當下 我們要去抵抗 這種所謂破壞性的建設 那為什麼 為了下個階段的台北 所以如果從那個角度來看 我們會覺得說 我也同意創意 成是世界的不肯治台北 未來要去發展的方向 因為他終究不是過去那個 工業城市的 工業台灣的首都 對不對 他要代表台北能夠變成 所謂那個世界 放到世界地圖上 會看到台北這一點 那這幾年 非常多人言論都在墾丁這件事 特別當大陸的很多城市學期 大家看到台北不像上海那麼猛 對不對 也沒有像北京這樣的 過去的那麼厚厚 那麼的一個城市的發展 可是台北怎麼樣 他很醜 可是他小小的 很好生活 他累積非常多的文化經驗在裡面 這個東西其實 我最近有機會 接觸到一個大陸的 來看台灣的農村 一個朋友他講 他說那個 那個副市長他到了宜蘭的鄉下 那早上醒來看到一車 小學生來農村學習 然後等下看到那個農村的女主人來帶導覽 然後又隔天早上又看到一個人在他農村裡面拿著 他說這個事情大陸落後一百年 他講的是什麼 講的就是一個文化的紀念跟呈現出來 那個整個不再是那個物 那個物體保存的怎麼樣這件事情 那台北這幾年充滿了這樣的一個事情 前一陣子的華光或是過去的像樂森 像很多在寶藏園 郭居亞等等 所以反而我覺得 如果回來談的話 我覺得台灣的 五基保存 搞不好不是在寶廟那些事情 那個其實一點都不生動 最生動就是台灣這個有關 古基保存是用一個非常社會性的 非常生活性的方式所發射的這件事 這個在全世界沒有這麼密集 全世界人家談的古基是幾千年的那些 那台灣不一樣呢 台灣是一個移民的城市 當然我們有幾千年的原住民 早期所留下來的一些還是有 可是我們最精彩其實是近代 對不對 我們一個破破糾糾的東西 都好像覺得非常興奮 對不對 這個背後它所代表的那個城市的價值 我覺得它就在告訴我們台灣的 我們的設計制度不就是在這裡嗎 所以第一點我會 那到市政府怎麼談這件事情 我都覺得變得不是那麼重要 當然我們再談一下好了 那當然這個我覺得 也是我們看到整個第二點談到就是說 那當城市治理變成一個新的挑戰 用設計用創意來做的時候 那市政府也改變啊 他也用UIS來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看到另外一隻手叫什麼 UIS是獨根處在做 那獨根處做最多的是什麼 就是都市更新嘛 對不對 我們幾乎所面對現在很多的 臺北市的質疑大概就是這樣的 我們不要想說只有這個單位 其實整個市政府大概是這樣子 想這件事情 好 那透過都市更新 我想最近在六月園開始在工房這件事 那上次我們議員會不會癢癢 好像大家可以檢討 那經過這段時間有沒有檢討 沒有 變本加理 那整個法令就朝向 那個比較發展的這角度來傾斜 那我預計是這個A傾斜 它其實也是也引起非常大的爭議 所以這往後恐怕 如果都是更新的法令 依照建商的版本這樣子跑的話 那這個城市是有無靈日的 我們講太陽花學院可能是一個比較大的引爆點 可是我們最擔心的 我這幾年參加這個運動 我最擔心就是說 當這個運動紀錄到日常生活世界了 每個人跑不掉 你都不能講你不參加不更 所以現在城市的問題已經燒到你家的門口 不是你把門關起來就不會碰到這件事情 那UIS我想對市政府來講就是一個什麼 因為他覺得他做了一些壞事 想辦法好像要做一些對的事情 那你如果這樣來看好像也可以 可是現在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在城市所面對的是一個轉變的能力 台北市要轉變 我剛剛提到 它是要轉型 怎麼樣從過去的工業城市轉到一個比較創意的設計 假設我們同意這個方向 可是現在做的這個UIS都是一個臨時的 我們終究看出這個局 那現在不只這個要猜 現在UIS 21 對不對 也是要一樣的命運啊 當然那個東西更多人關注 所以現在市政府開始轉調 那像我昨天看那個 吳思瑤的質詢 那局長說那個東西未來可能就會移到文化局 那會繼續去操作 那可是你回來看就是說 他也花什麼都政府的錢 你看市政府除了做的錢 好像也沒有其他的事 那最後他只是一個臨時性 政府並沒有透過這個過程 學到一些機制上的改變 我關心這件事 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政策每次都是一種煙火式的話 那這個花錢下去 那看這個市場想做什麼 那每次都變來變去 這個城市不會累積 可是我想看到就是說 這個都市發展有沒有透過UIS 它累積了一些機制的能量 然後最後把它變成常態性 變成這個城市的一種標準的座位的流程 簡單來講是這樣 所以這時候他才能夠講說 台北不是只有產出推土機市的都市更新 他還有所謂都市再生的都市文獻 我不期待 那前陣子寄給我一本書 叫都市再生的20個故事 寫得非常的精彩 那些案例我大家都知道 問題我每次一看跟台北一比就是覺得 關鍵的事情都不見了 關鍵的事情都不見了 那整個這些人花了一些錢去 到處國外去看 可是回來就是那個T都不見了 以都市更新來看 台灣的都市更新 在我們最喜歡講的是日本 講到六本目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以台灣目前這種都市更新 只有一個樓梯間兩個樓梯間 在日本叫做建築台 它不叫都市更新 什麼叫都市更新 是像剛提到六本目邁切子市 因為它是一個地區有一些機構的房子 有些政府的最後累積行程 那它還回饋了一個美術館給這個都市 當然它還是造成了很多這種所謂 這個經濟什麼高級化的問題 我們就不討論 可是至少那個好像讓我們看到 是一個層次中一個啟動器 摩托車那個按下去會整隻跑血的那樣子 可是我們現在台北市的都市更哪一個能夠像啟動器 就是一個樓梯間 兩個樓梯間 那我們給它那麼多隆機喔 這個就是政策買票 我不去啦 我前一天聽到朱立倫講說 這個叫做合法圖利 各位想看看 合法 Bone做市民的合法 有合法 可是它圖利啊 那我們做市民怎麼樣 傻眼了 對不對 那你說美和市一圖利幾百億 最後一時把它繳回去就表示了 可是你看那個東西之外還有多少這樣的事情在城市發生 所以我是覺得如果回來看的話 我覺得整個這個UIS很可惜 它最後只變成是一個活動的不是 像它所做的那個什麼 都市再生二十個故事 從國外很多故事所採集回來 我們看到的是它都變成一個機制的力量 比如說當這歐洲的城市在轉型的時候 它其實變成是一個重要政府的價值團 那這個我稍微把它延伸一下 就是說 我看到了其實 台灣現在在轉型 對不對 很痛苦 可是這時候政府的治理能力其實是蠻不關鍵 從它講的這一書裡面就是啊 因為它裡面談的比較像創意城市 這個大概是二次戰後整個歐洲的一個故事 我們看到歐洲戰後大概整個城市的風貌 就像一個重工業 像我們看那個倫敦烏都嘛 那個烏是因為空氣污染 因為早期城市的發展 依靠這個工業的發展 二次戰後 倫敦到今天已經變成聰明激進 城市乾淨的不得多 為什麼突然變這樣 我們是知道中里是大概二次戰後 開始把這些重工業移到 像台灣、像墨西哥、像南韓這些 二次戰後所謂世界共產 他們開始做一個轉化的一個運動 所以那個創意城市是在描寫歐洲的這一段經驗 比如說我常會講的例子就是 國民航以前是一個礦區 那它今天是一個全世界主堡設計的重鎮 因為怎麼樣 因為它在轉型的過程中 把設計學院放到那一個礦區裡面 那礦工有技術嘛 那些師傅會做一些很紮實的 把東西能夠變成真的 可是這設計放進來 這個事情就變成了 它變成是一個全世界主堡設計的地方 我這樣講大家應該知道 這個就是轉型的力量 它有策略有技術 那我們常會介紹 如果公衛區也是一樣 如果公衛區能夠替德國打臉 這是世界大戰 對不對 你看它要找多少坦克跟盪盪 所以那個 如果公衛區的那個郡 好像是台灣的三倍大 那個公衛區就那麼大 可是你今天去看那個地方就被你怎麼樣 很多表演很多那個 可能都要一年前就要買票 才能夠訂到那裡的活動 因為它跟整個歐洲鐵路的旅遊系統 把它給串連起來 所以它談的是一個旅遊計畫 是一個產業計畫 同時台灣比較少談到就是說 它其實一開始就把我們台灣成本社區大學 對不對 設到社區裡面 為什麼 因為它要幫這些以前的勞動的朋友 怎麼樣讓它有第二個工作的能力 所以它是用一個成人教育的系統去改造這一個城市 這個要花多少個時間 這絕對不是戴保子的事情 而是怎麼樣 它開始看到這個城市的轉型 除了觀念重要是真的去把這個人的經驗給改變 所以我們來看就是說 那台灣現在也是一樣面臨到一個轉型的機制 對不對 可是我們看到我們現在還是大部分都是在 蓋房子啦 都市更新 不斷的去發展很多容積獎勵的 而是讓大家能夠好像 我也覺得香港被容積四成 變什麼一戶換一戶 這是政策買票 因為什麼容積 台北市容積可以增加是因為全民的貢獻 因為我們蓋了地鐵 對不對 可是你如果在台北市沒房子的人 你住房 你有享受到兩倍容積的這個好處嗎 那問題是這個是全民創造出來 怎麼會給某些人可以有這樣的好處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政策買票 這個容積有一個 楊宗欣老師常常講 他說那個應該全國國民憑身份證 一復生每個人放兩瓶 公平 對不對 那應該每個人都有這個 得到這件事情 那我介紹完開房子 我去跟你買公平嘛 你兩個都賣給我 收集到一百瓶就把它蓋得比較高一點 那用這個案例就可以看到 其實整個目前台灣在轉型過程當中 其實政府真的是走到另外一條路上去 所以大家會非常的辛苦就這樣 我常講說我這一兩年來大概一年會有 一百場記者會 然後一百場工作坊 跟社區看看我們應該怎麼把它組織起來之類的 那這個其實不是我們想看到的 可是我想在這個過程中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認識像Libeta這樣的表面 他們真的從這個過程中 你看到一個人在轉變 所以常講說搞不好這個是生猛起始 如果是大家前台外人都這麼愛古蹟的話 我們就不會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找到自己有一個新的那個 但我覺得這個是從很個人的角度來看 那我想再補充一點 因為時間也不多 我覺得南港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它不只是古蹟的問題 而是整個城市的價值觀 而且我們不要講價值觀 我們不要講生態城市 因為台北沒有 我們沒有那個什麼 能力談這件事 可是我們要談什麼 我們要談災難城市 因為災難已經在我們的生活世界裡面 這幾年大家看到基隆聯繫三年了 走山大石頭下來 最近好像都掉不遲 台北是個盆地 基隆在盆地的東北邊 東北基隆從那邊來 所以基隆就是台北的過去 基隆發生的事情台北 我在猜沒幾年就到了 意思是怎麼樣 這個三邊的世界你看怎麼辦 你看我們最近還要再變更保護區 對不對 從這個角度來看你覺得內湖那個保護區可以變更嗎 不然講說誰做啦 你覺得公共可以在被更保護區來當做透光嗎 台北已經沒有那個能力你知道嗎 那第二點 這個地方是台北的風道 當然已經快完了 台北當然另外一個是熱島效應 就我們在夏天的那個城市的溫度 逐漸的提高 最近最高燒到38度半 各位知道如果超過四十幾度 我們這個冷氣就不會運作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那個要多少人就 我們這些人當然沒有冷氣 沒辦法度過台灣這種夏天 你看 國外那個四十幾度很多人會 聽說 也很奇怪為什麼這個溫度那麼 才四十幾度就很多人就過世 大家試看看 幾年後如果再這樣的話 那所以台北是有兩個風道嘛 一個在基隆一個在淡水河口 那淡水河口那個城市大概有一個共識 所以雖然灌路平原土地炒那麼大 很多的政治壓力 可是市政府也不敢去把那裡的都市計畫變更變更 蓋好就起來 為什麼 因為那個風道就遮住 那另一個我們都知道 我們東北基隆很重要 就在這個地方 我都很擔心未來這個地方 其實那個 平蓋工廠已經最後一塊 其他你看那個 車站啊 南港輪胎 大概整個都會蓋起來 那台北怎麼辦 他熱澡效應再進來 第三個是淹水河口 大家知道我們台北杜會區 算台灣淹水規格最高的 到目前為止最好的規格 是一秒鐘施魚亮牌 七十九內面 有些地方才四十 有些區才四十內面 大家想看看 現在每一次一台風來多少 一百兩百 那以前不會淹水 因為水下來就在地上流來流去 ウィ不甘油 那可是現在 因為 這馬上急促了 就進到海水河裡 所以施生五講 淹水半小時不叫淹水 大家都住台灣都知道 那個叫西北印 所以 那現在強降有給西北印 所以 淹水是常態 你看上次 這個其實也發生在當時 西紙巖大水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沙漠上蓋滿了房子 水就直接沖到街上 然後那時候淡水 基隆河還沒有做分後 所以他整個就沖起來 你看喔 基隆河走山已經告訴我們這件事 內湖上的椰水也是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有沒有開始做這個改變 沒有 我大概看過新北市 我們現在常講 我這個蓋房子政府講說我的東西 地間比例比以前小一點 就是他的空地比以前小一點 住宅溪流六十嘛 那現在他要蓋高了就流四十五 問題是我們去看看他一下子挖得多大 新北市我看過整個挖的 剩下人行道那些東西 看一看沒有一個地方能夠勝出 可是他得到很大的獎勵 那這個問題這麼個野獎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我覺得 真的我覺得平愛工廠這一個運動 應該是一個很重要讓我們去反省到 台北沒有機會在談聖誕城市 我們只有 沒有趨急避急我們去談所謂 災難城市這件事情 那想想怎麼辦 或許我們應該 開始離開台北或是怎麼樣 可是當我們還留在這個城市的話 那我們絕對要去關心 我們目前所面對這些種種的問題 好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黃瑞黃老師的詳細的說明 我想應該在座滿多學設計的一些朋友 我們大家都知道其實 一個好的設計一定要在適當的脈絡之下 然後他的空間跟時間脈絡是我們覺得不可以活躍的 但是呢 我們可以發現我們在台北 跟台灣各個地方 很多在談設計台湾創的地方 都是在切掉這些脈絡 切掉這個場所跟他空間的脈絡 切掉他跟他歷史的脈絡 其實我們在談湾創起都很學 沒有文化來的創意 這個東西 一切都是gay 然後 剛好最近也快要選舉 剛好我們黨現在在黨內出選 其實我覺得 這類的團體是可以逼這些政黨做個表態 然後 你們對這個什麼樣的看法 我相信這樣 透過這樣 我比較每次看見 這文的FB都在講說 我們要把劉威卡羅拉打出去 那剛才你看到的意思 其實我們在意的是 到底台北他要怎麼搞 其實 各個政黨都可以可以這樣做 那我們時間有限 我說我們趕快把這個時間開放 這樣可以再做我們來一遍 然後 看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想 我們一次就先問三個問題好了 三位朋友先發上問 然後你可以把問題說 你要指定哪一位來回答 好 林中兄 我想 就是請問一下那個 黃教授 就是說 是我說 未來我們所謂的都更 不就是以一個小國的概念去發展嗎 因為我覺得 我們現在所有的都更 包括這個層次發展 都用一個大附的 往路大陸百的概念去發展 那 其實 2000年的時候 我本身因為有參與了 大概都立 創意城市那個 那個 就是觀賞那個案的城市 那之前台北這個創意城市 當時也 我也再跟經濟部隊 提出來 這樣一個概念的東西 那 我覺得 如果有機會 你去看一部電影 就是說 午夜之後的狂念 這一部電 基本上它是從泥採 這個層次泥採開始 慢慢的從一個 蓋了大概 應該是在歐洲最早的建築 也是歐元 裡面介紹的那個 那個潛地 那個建築物 所以 都立人它最驕傲 也是最自卑的 就是一個莫勒塔 它蓋了300 大概300年沒有蓋成 但是後來 就做文創城市 跟東京奧運的時候 它把它布圓了 那布圓以後 它就利用了都立銀展 都立銀展的概念 把義大利的國家電影館 就車載那一邊 然後找了 它的車載的一個車載人 然後義大利 當時在 二次戰後 從未來主義以後 遊行的一個 Art de Puella 束縛益著 那其實世界下 recycle design 也都是從這邊開始的 所以它就利用這個建築 開始找這些藝術家 包括陳時光 我們高雄的陳時光 就是Covid那一邊的 我覺得那部電影裡面 你先看 然後最重要的是一個 就是我談到一個 說說剛剛 我剛才剛才講談的一個 就是 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能為台北 未來帶來什麼東西 布林就是那一次以後 再悄悄的 把國際的就是 曼時節 就在它周邊的城市出來 它從一個 一個二次 就是二次戰前的一個 19世紀的 義大利的首度 然後到最後 上後以後 摸了 是變成工業城 那它現在變成一個 很重要的 在意大利來講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 文化創立城市 尤其它有些有機的 生態這些東西 那我是覺得 我覺得台北不一定是說 它不可能是做這樣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 其實在南港那一邊 是台灣在一個 在二次戰前 一戰二戰的時候 是一個很重要的 國際的一個工業輸出的一個地方 尤其台灣的工黨 台灣的貢寒黨 就是工黨 基本上都在南港這邊 中山這邊發展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 包括它的製造業 在環格前到全世界去 當時歐美的時候 歐洲中心 我的之後 很多的製造業 德國跟日本的製造業 都在台灣 台南跟台北 這兩個很重要的港口的輸出 我覺得這些東西 應該是從這個地方去看 台灣在歷史的愛護裡面 然後在這裡面 我在這裡面去追查 這個所謂建築的演術符號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的 但我覺得 我還是建議就是說 未來的就是市長 所以今天剛好有一個 市長候選人剛剛有來喔 那我是建議說 人不能 然後我人不能就說 因為其實偉大的城市 一定要有核道 台北本來有一個 旅風訊很好的不見了 那我覺得就是 就是剛剛教授還講說 那所謂的生態的問題 除了熱人 熱效的人 一定要去處理 那我覺得說 像所有他當時那個漢漿有沒有 他把它挖出來 以前是下水道 他把它重新重整 那我是覺得 其實如果他變成一個 就是一個 午煙工業 或者一個就是 就是旗艦腳踏車 也OK 我們現在進入 腳踏車這東西 把核道重現 我是覺得 這方面也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這是我 但是我還是 不要想說 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 在所有的建築教育裡面 因為我自己在 實踐教科威團的設計 我不曉得建築 建築這個教育裡面 我們對建築的課程 他的看的 床內有方便去看 謝謝文中兄 我想 我們一個市民立場 我們可以請市長 候選人下來表態 白尾 然後 我們還再請 那會再請黃老師 一起回覆 好 來 請說上 說你的名字 我就接受好了 老師你好 等一下 我是那個台北大學 杜研所的同學 那 呃 我有一些問題想要請教 就是說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我先講一下說 其實我還蠻贊成 是應該要把這些歷史 保存下來 可是 實際上面對到一個問題 是說 我們都知道現在台灣的政府 其實他是在一個小政府的狀態底下 他沒有很強大的能力去執行一些政策 他需要有民間的力量 還幫他忙 那 就是這些空間 其實保存下來之後 會面對到一個問題 是經營的問題 譬如說 像現在台北市文化局 他雖然有 撥扁養那個空間 但他其實經營的狀況是相對比較不好 那 到 像是松山 松山 煙場這種 他其實 最後他的經營是需要有財團 來進駐的狀態 然後 最後來說 這些公共利益 他能不能回饋到民眾身上 其實是不一定的 因為 獲利者可能是財團 可是如果今天 沒有財團的資源進來之後 市府他又沒有好能力去經營 所以其實 在這些空間 最後保存下來的經營上面 我覺得 在現行的小政府狀態之下 是不是有什麼 解套的辦法 就是 這我想要請問你老師 謝謝 謝謝 請問同學 各位請大家 好 謝謝同學的提問 那你有沒有指定哪位來回答呢 還是兩位都要回答呢 還是兩位都要回答呢 就 可能是要問看老師吧 因為 畢竟這個 比較 OK 我相信 怡君在對境 應該有一些看 其實都已經應該怎麼看到 那我們再 我們再第三位 朋友來 可能提問 或者是一些 意見 我是來自 世大地理系的同學 那我們也是很關心空間這一條 其實我也是跟剛剛那個黃同學 葉同學有很類似的問題 就是這個空間 我們知道南港在1970年代開始做轉型到現在其實 除了一個發展性國家主導 玩家 他其實在後半段 新自由主義風潮竟然造 其實政府其實被迫要易的財團去做事情 那我想問的就是說 今天這個空間保留下來之後 我們看到他其實周遭的 車站中心還有周圍的軟體園區 甚至未來開發的那個音樂流行園區 那這個空間在這些 這麼多開心開發下面包圍的底下 他該是什麼樣的地位 還是他的空間該屬於誰 那我們未來保存下來之後 這個空間是該留給在地的市民 還是當這個南港車站發展起來之後 他變成一個新的交通地點 大批人潮可能會在這邊距離或流動 那空間是該屬於他們還是 我們還是屬於當地的民眾 那整個這個南港社會在這一波轉型下 是不是私生化的現象也會很明顯 那是我的問題 謝謝 謝謝 請問同學貴姓哪 我姓蔡 蔡同學 蔡同學好 我覺得問題都問得非常好 問得非常有條文 那你要指定黃老師回答 還是怡君回答 都可以 好 那我們就先請黃老師 我們再做 我大概問題還好多 我大概試著很簡單回答看看 第一個它有關都市更新 怎麼樣小國的模式 我會覺得說其實都市本來就是一直在改變 對不對 沒有什麼都市更新的問題 本來就是要都市更新 其實這裡面我們會談到一個概念 建築和性能 就是好文立市長常常用地震來恐嚇 如果地震來了 台北市好像倒一半 那我想這個如果為真的話 大家可以去告訴政府 怎麼讓我們在這個恐懼裡面生活 那其實從建築的角度來看 那叫建築性能 就是說我今天水管壞掉 馬桶壞掉 所以一、二十年大概就會壞掉 燈可能也是一樣要壞 那性能衰敗 那你就把水管換掉 把燈換掉 幹嘛把那個房子拆掉 怎麼幹 你知道這個意思 那我現在的問題是說 9A地震台灣的地震系數提高 那我也覺得建築本來就要改變 那我們的建築法本來就有 你就要去取地 為什麼那個市民大家沒有去 去把他的房子做一些補強跟什麼樣的作用 對不對 那這個當然的關鍵就是我們過去 很多的都市建築的管理 不落實 我不怕地震 我怕的是什麼 冷氣機 各位你看我們台北市 如果以都市發展來看 我們掉在那裡的冷氣已經掉到暫時了 我常常講我每次走在台北市 那個風險大概有三千個冷氣 可以做的 你知道意思 你不怕嗎 那個風險就掉在 用鐵架就掉在二三十年在那裡 會不會下來不知道 可是有一天下來代表 就一直掉一直掉 我們現在還不談這個事情 那地震其實那個是 比這個還更 從基地上來看 恐怕要關注這件事 好 那第二個談到 我覺得 台灣其實 中的來講 就是說 從 剛提到那個 就是說 我們現在整個市政府 在丘現金債利用的一個 的一個 規範裡面 所謂債利用 那只有BOT 它叫促倉 基本上只有財團才有機會進場 那全世界 像以日本來講 那個古蹟絕對現在最大的 就是跟社會照顧有關 那怎麼用財團設定這個條件 我在淡水上講說 我就把某一個方式指定成為淡水國小的美術教室 政府不用花錢 只要花水電費就好 今天這個學校 他的家長就來幫忙開那個人的作戰 不是這樣子嗎 為什麼一定要用現在這種 整用促倉BOT 先拿幾千萬進來 你才有辦法去使用那個空間 那這個大概也講到我的Tone 講到華山 因為大概華山最早 那個 潘黃珍、衛鞋他們 開始搶救 就打電話給我 就從淡水袋的一批同學 一起去遊行 就開始那個 華山的搶救運動 那華山當他政府要縮回去的時候 其實他到了後期 我們在經營大概 政府只一年花了幾百萬 那我們只負責排隊幫大家協調 那一年辦一千多場活動 一天有三四場活動 我們今天看到 各位熟悉的 跟我這個年紀一樣大的那些藝術家 像姚瑞中 還有聲聲演藝 那是當時剛好都 稍微開始才華紅綠 對不對 那你看 其實華山當時辦一個角色 就是說 是一個副畫棋 那他讓當時的年輕人出了學校 而且台灣也開始在尋找出入 所以這些人在那裡面 創造了一些新的經驗 每個人不是在做他自己本事 而是有一些互動 包括像音樂的政結論等等 到後來會長都長的都還看到 那重要的是怎麼樣 這些人都不是單一搞自己 而是有機會大家一起創造一個這樣子 所以當華山當時要BOT 我們開始被一間社團離開的時候 那個理事長那時候蕭麗龍就叫我做個演講 我們那時候談的意思就是說 華山不應該當成 是叫什麼 能夠回收成本那樣的一種空間 華山應該協助台北市成為創意城市的一個啟動 意思就是說它的價值超越了那邊的房地產 有一個我們的大娃就講說 喔這個華山太浪費 因為依照那裡的房地產 絕對不是這些藝術家的產能所能夠創造 我同意 可是你如果把這些藝術家的產能算到今天的話 你看現在台灣這些 台灣的藝術能量有多大 這幾年台灣不是到處辦活動嗎 連台灣某些程度這個藝術能量是非常大的 那我覺得不是大家沒有經營的能力 可是我們的那個機制就不讓大家進來 那台北市還好一點 因為他是自治體 他最近一定有一些辦法 可是我覺得還是可以再開放一點 比如說他有一個辦法來引起爭議 就是那個歌仔戲 另外進駐那個堂鋪 對不對 那個叫做什麼 就有名的 簡單講就是有名的藝術家 他理定這些團隊 理定一些辦法 可以進駐使用那些藝術空間 又往前走一步 可是我覺得這個本來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這個補機保存 我們那個空間都是一點大 我們都對它期待太大 其實應該政府修一修就找民間的團隊 找一些這個 這個 怎麼樣去找一些聯繫人進來 讓他能夠住在這個層次 然後用這個層次當基礎來做一些創意 那最後一個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台灣的 台灣的 我們應該把它放到世界的地圖上來看 我覺得 講古蹟講這個 在利用不是屍古幽情 絕對是面對未來 我怎麼分析 因為台灣就在世界 世界最近最大變動的一個交界點上 那一邊當然是中國 世界最大的這個工廠跟這個 另外一邊就是其他的部分 那台灣你看我們在過去 這季裡面我們開始反省 開始走一個比較療癒系的 搶救這個在利用 什麼都是一種療癒系 對不對 那過去的那種破壞土地去成就經濟發展 那個東西跑到哪裡 跑到金磚四國 VSA五國 這些國家 大概因為內戰 全世界一代以上的地方跟國家 這些地方 然後十年後他們會不會回來 會不會回來想這件事 那台灣的經驗就是要 有機會我們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這個時間點 所以某些程度我覺得 台灣某些程度的 把它關起來 大家過好日子 對不對 那也不用太多的遐想 反正就是日子過得去 優雅的過 那培養一些面對 這一種處理問題的人 因為台灣太多屋人 我們就去 一邊去處理他們 對不對 那從那裡面找到一些技術 從那裡面找到一些知識 從那裡面找到一些配套 像我們最近也在 常在討論那個比較老人的這種 這種產業 對不對 那未來台灣是有機會變成 把這個經驗給能夠拿到世界 做一個分享 那這個當然有一點 壞 我這個方法 可是 再回來想 其實真的台灣的優點到底在哪裡 就很多素質 那我們怎麼樣會讓什麼 政府做到最後 會讓這麼有素質的人 每次都要跑到街頭去 弄來弄去 那算算那個底層粉是很差 好 是我的看法 謝謝 其實我們有偷偷的佔領了瓶蓋工廠 我在想那時候 還沒有佔領立法院 所以其實如果說 立法院都可以佔領那麼多天了 其實要佔領瓶蓋工廠 應該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 那我想要舉的案例就是說 你關於怎麼樣經營這個空間 我想舉一個漢堡的案例 就是漢堡他們其實中間他有一個 就是他們打算要都市更新 就是他周圍一般也是房地產要蓋起來 然後他有一個舊城區 那那個舊城區 其實他們就很多藝術家們就進駐在 他們就覺得那個地方 他不希望他被拆掉 所以他們就去把那個地方佔領了起來 他們就直接就住進去了 然後住進去他們就開始自己就生活在裡面 那你生活在裡面 你勢必要修補所有的就是那個舊房子啊 他的一些功能啊什麼的 然後他又在裡面辦了非常多的活動 然後後來獲得非常多市民的支持 因為他們就來參加他們的活動 就發現說其實真的是有意義的 所以他們這個抗爭活動是成功 他們是先從佔領開始 佔領完之後然後獲得市民的響應 然後接著後來市政府 他們也開始去思考說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要把那區 把他做改造把他拆掉 那在我之前在上海住過4年 他們其實在做這個創意空間 就是舊空間再利用 我覺得他其實做的是比台灣要好的 那通常他就是可能是市民或者是藝術家 他們很主動的 他們就去把那個空間 他們就去承租下來或者就去把他佔領下來 那佔領下來他就做了一部分的改造跟改變 然後也獲得市民的認可 那接下來就是那個地方 因為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有意思的地方 也變了一個觀光景點 那自然而然就是市政府 他們就沒有辦法說去把那個地方拆掉 比如說像有一個地方就是我之前參加過搶救 我是很喜歡那個地方是威海路696號 那他也是一個很多就是老調的一個工業大樓工業區 那他們就有很多的各式各樣的藝廊藝術家 然後就通通都進駐在那個空間裡面 然後他們就自己去把那個空間就做的就是非常漂亮 然後就滿多活動各式各樣的事情都在那裡面發生 其實就有點像以前的華山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沒有這個東西了 所以關於這個空間要怎麼經營 其實所有的市民都可以發揮想像的 像比如說平淡工場這個土地 它是屬於國有財產署 那你知道國有財產署就代表這個所有權是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那麼就代表說我們所有的國民都應該擁有這塊土地 那他今天這塊土要怎麼樣使用 就應該是我們所有的國民都應該要有意見 就是他什麼可以隨便把它賣掉 或隨便把它蓋一個拆大樓 蓋大樓或是做什麼樣的事情 不用問過我們的意見 就像剛剛說其實我只是抱持一個這樣的想法說 既然它是國有地 那我就應該可以去做點什麼或說點什麼話 那至於現在它有一個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現在平淡工場它雖然已經有保下幾棟歷史建築物 但其實還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歷史建築它是沒有法則的 就像它旁邊的那個煙囪 它說拆掉它就拆掉了 然後另外一個危險的地方是它的土地化分 它還是化為特商區就還是商業區 所以代表它還是可以開發的 那我們目前是我還蠻希望如果有市長候選人在這裡 他可以表態可以說話這樣 就是我們未來的城市發展 就是我們只有駐台區、商業區、公園 就是這些分區裡面都沒有任何一個分區 給文化資產使用的 那我覺得這樣是還蠻不合理的 所以基本上你的文化資產就一定要為開發欄目 所以我是還蠻希望說以後我們的故事 計畫規劃它應該是要有一個分區 專門是一個有 它就叫文化區也可以 就是它就不會說導致你雖然保留下來 但是它還是完全往商業的方向走 或是其他的你不希望樂見的方向走 大支是我的 大支是我的 謝謝 那你也可以是沒有 來 那 你放出來 deduction 其实我刚刚在上面听 我先听到三个字 特别有感觉 比如说去脉落 去脉落的三个字 其实一直发生在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政治里面 一如像前阵子411的包围中正1 它就被某些电台 用去脉落的方式去报道 所以它变成另外一个故事 去脉落在我们的文化局里面 我这一阵子看到了很多 因为前阵子我跟论马老师 呈现另外一个空间 谈到设计之都的问题 设计之都基本上就是一个去脉落的事情 它毫无缘由的就是要把台湾 经由国际的一个所谓的认证 来变成一个所谓的世界设计之都 它花多少钱呢 它花了好几亿 然后就去申请 我说老天爷 我说你发那么多的钱 他发现说只有自己一个单位在申请 然后就说只有自己一个单位得到 就好像有一个国小说今天第二天 我们得到校长奖 陈同学请上来 全校只有他一个人 哇陈同学得到校长奖 这真是不得了 可是你知道为了盖这个学校 可能花了好几亿 我会让陈同学得到那个校长奖 就是这个概念 你花了这么多钱 这还不止 因为我后来从好几位市议员那边 得到一些资料 我知道说他们其实还要再花四五十亿 四五十亿哦 你们的钱哦 要去做世界设计之都的其他的一些设计 比如说公共厕所要开始怎么样设计 现在台北市政府里面呢 就是说管公共厕所的人都要绞进脑汁 我们要怎么把公共厕所设计的比较好 像就是说你原来进去不想伤 都想伤 是这个概念 就是说公共厕所他不去管他 他就说我们是不是有很好的这个 这个很充足的这个厕纸 我们是不是很干净 是不是水都通 老不止 他还是一个设计 所以我会觉得说 当我们去谈 当我们谈到去脉落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局真是天产 今天我有看到一个新闻 也是去脉落 今天这个新闻是什么呢 大家信不记得去年 就前一阵子 法国一个大导演来台湾拍片 我后来就知道说花了几千万找他来的 他那是推销台北 可是你知道我们如果用这种方式 用一部电影去推销台北 拜托啊 这个成本多高啊 用电影推销一个城市的概念 最早是出现在1966年 1966年 美国的那个时候 纽约市的一个参选的市长 叫做John Anderson John Linsen John Linsen那个时候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如果当选 我要成立一个office 这个office呢 是要帮助纽约去拉回电影拍摄的工艺 它的概念很简单 它的概念很简单 嗯跟安 我有的时候分不太清楚 或者说老师叫做宏观元 总而言之 这个洛杉矶啊 是美国西部的这个摄影 这个电影制度 大家都知道 那东部要把他抢回来 那东部 那Linsen就很概念很清楚 他把整个纽约市当作一个拍电影的大的片场 所以他当上市场之后 他用Mills Office这样子的观念 特定的一个office 去帮助人家来这边拍电影拍电视 他就是说 整合了好几个局处 让不同的局处 在就是说不同的电影 这个队伍来拍电的时候 能够很快的申请到执照 能够很快的找到 就是说便宜的 就是说买这个胶片 或者说很快的 很容易的找到演员 或者说他得到了这个住宿 跟这个餐饮上面的这种建议 所以 这个Mills Office 它全域叫做Mills Office of Film Theater and Broadcasting 这个单位 大家去看一下 Google一下 他现在一年替美国 因为在 替纽约 因为在纽约市拍电影 纽约市一年 多50亿美金的进账 这个进账哪里来呢 这个进账包括 电影单位到纽约市拍电影 然后他们住了旅馆 他们吃了餐饮 他们用的胶卷 他们用的演员 他们的这个保险 各式各样的花费 那这些东西到最后 让这个城市 每年增加了 50亿美元的收入 更不要讲 他把纽约市这个城市 用胶卷保存了下来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我们去回想 纽约市的Twin Towers Twin Towers在 就是说在911那天 被 被俩炸飞机干掉 可是Twin Towers 存在在很多 全世界人的心里 为什么 因为电影保存了它 我们今天 看电影 我们知道说 OK 星星 金刚曾经 登上这个 这个 这个 Empire State Building 我们知道 这个 这个库斯拉 把中央车站 给毁掉了 当然这是假的 你知道 就是说我们知道 纽约很多事情 You got mail 这部电影里面 大家知道 就说 OK 巴斯街跟Blowway那边 有一个非常棒的 一个杂货店 叫Zaybos 所以 电影是推销城市 最棒的一个方式 如果你今天 每一部电影 电影要补助它几千万 然后 期望它 用这个方式 来推展 一个城市 我说 那纽约市 每年拍上 只要一千部 两千部电影 拜托 你整个城市的 居民 每天就说 我今天什么 我今天用完三千块钱 用完补助家来拍电影 整个城市一天到晚 光是补助外国的这些电影 单位来拍电影 那不知道花多少钱 所以我说 这样子的一个去脉络的推销城市 用电影推销城市的方式 是个最蠢的单位 这个蠢单位 他的主席 主席使者是谁 叫刘维公 这是文化局的这个局长 所以我会觉得说 今天当我们来谈 如何用文化 来promote一个城市的话 我觉得纽约市 1960年 Linsey 它这个方式 是最棒的一个方式 而且它真的不花钱 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东西 因为1989年 1990年跟1991年 李安在纽约拍了 这个喜宴跟这个推手 我刚好不是 他的工作团队 所以我知道 就是说 当一个华人 在乔拉塔拍片的时候 他不必担心 受到华清邦的勒索 因为警察会去保护他 为什么警察会去保护他 因为李安的团队 跟这个Milson Office 申请了执照 警察就自然来了 警察还帮他 把这个整个停车的规划 弄好 警察还 就是说帮这个整个团队 就是说 包括附近居民 这一天你们可能要做哪些交通上面的动线的更改 全部的讲得好好 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今天用一种比较有想象力的方式来推销城市 我们真的不会花那么多的钱去推销 那当然就是说 由于我们已经花了几亿的钱 在申请世界设计之都 我真的很高兴 我真的很高兴就是说 像以军这样子的年轻人 他把这件事情又唤起了大家注意 唤起了大家注意 干嘛呢 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好好地来盯 世界设计之都的整个的后续的发展 因为不要忘了 市议员跟我讲 之后可能要花几十亿 所以我觉得 今天前阵子的这个血运 不是 我觉得不是没有效果 像这两天 死虎的事情 又被大家注意到了 太多的事情 以前 大家的不闻不问的 因为血运 大家突然知道说 从网络上面 你可以知道很多政策的发展中 或者被忽视的事情 我觉得 这个南港的这个平盖 平盖厂这件事情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当然说之前就发展得很好 可是我相信 会有更多的人出来关心 就好像也会 会有更多的人出来关心 像这个食物 像这样子的事情 我觉得 整个血运 其实唤起了台湾人 对于自己的生存的 这个以后的这种条件 对于自己生活的环境 更大的注意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我觉得 在这次学运之后 我们学到最多 也活跃最多的地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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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参选的 我觉得我应该 应该以这为民意 然后办一个就是 把各个的团体都 代表都代表过来 然后把一起准备也出来 然后请安适下 或者凶帚都打开 是的 应该 与其被人绑架 如果我们绑架 好 这是比较好 所以我刚刚期待的 并不是那个 冯德小 而是 演神 演圣文 神跟任我分不清楚 他要讲 他要讲 他也会笑 他也会太一样 但是应该都要听一下 那我想最后的时间 我们再请 那个 黄老师 任敬明君 再做最后一个 一个结论 当我们一定要 无力大家 或者加入 任敬明君 留下李美女之类 会 因为刚刚就是 我观念老师 他提到电影 这个部分 然后我就要特别提到 就是瓶盖工厂 其实他要留下来 他其实就是可以拿来推销 製备了 你知道在瓶盖工厂里面 总共拍了多少片子吗 有100多部片子 而且在去年就是 他本 就是应该是快要将近200部 因为他一直在陆续增加当中 那有蛮多就是在 我觉得还蛮惊人的 就是大概是两三年的期间 他可以拍了这么多片子 那很多他其实都可以拿来 变成推销台北形象了 那还有包括就是 你如果进电影院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一个反鲁影片 就是如果说 你们有进电影院 就那个反鲁影片 就是在瓶盖工厂里面拍的 所以还有甚至包括最近 好像还蛮火蒙的偶像局 我有点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因为我是在 因为我家没有电视 我是在公车上看到的 然后我就看到 这个不就是在瓶盖工厂拍的吗 所以即使你没有去过瓶盖工厂里面 你非常有可能已经在各个影片里面 你都已经看到瓶盖工厂了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影视基地 他可以去做就是一个观光麦点 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刚刚忽略提到 就是瓶盖工厂 他是还蛮接近有约的five point 他算是亚洲很罕见就是有这么多的 很重量级的涂鸦艺术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那有不只是国内一些重要的一些艺术家 在里面陆续的都有创作 还包括国际级的艺术家 他就等于是已经现成了一个无强美术馆 所以他的价值不在于 只是他是一个重要的工业遗产或铁道遗产 还包括他里面的艺术价值 还有他的艺术能量 一直不断都有艺术家闯进去 如果每次去我都有新发现 就很惊讶 所以怎么会 又多了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让人很惊喜的一个地方 那还有一个部分是他们不打算留下来的 那也非常的可惜 就总共有大概300棵树 那每一棵树 我们都是费尽辛苦去量过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打个仗 除了就是蚊枝的部分 还有是树堡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树保护 其实是做得非常非常不好的 就是那个树堡 基本上你去查文化局 他贴了所有的保护的导树 你去找他到底是还在 很多老树其实他都已经死掉了 就是你怎么会保住了老树 他却没有活下来呢? 因为你的老树是不一般家的 然后我们的迁移的 做老树迁移的技术是非常糟糕的 你可能必须要有特定的时间 大概春天的时候 你才能够把这棵老树 而且要花非常多的钱 你才能够确保他移到那个地方 他是活下来的 那基本上政府他都宣称说 我现在这棵树叠饱了 那我又叫他搬家 那搬家之后 就没有人再去管他的死活 那后面有多一棵树就死掉 所以我们是花了一大堆钱 来把那些树弄死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是不希望说这些树 他被搬家 因为他搬家后 你花的钱还是死掉 所以我们希望他是原地就留在那里 他事实上还象征了一个 因为他围的地方就是一个蹄塘 所以你如果他把他移走了 他就没有那个脉络 就看不到那个蹄塘就职了 而且我们甚至希望 应该要把那个蹄塘回复 就是以一个 就是南港 我们刚刚有看到就是那里风灾 他淹水淹得这么严重 所以他其实蹄塘的作用 他是具有就是防灾 还有制洪的功能 就是现在有蛮多就是 都在推广说 我们应该要恢复蹄塘 所以我还蛮希望说 未来的市长 他们可以考量 恢复蹄带工厂的蹄塘 这件事 谢谢 谢谢 我大概弄这种事情 讲究去大概有20年的时间 那讲几个点 像那个光点台北 那以前是美国大使馆 还有当代馆 叫华萨 当时当然 会不会讲是 这个古今界的宏卫兵 可是他好像 20年过去 你看城市好像 也变得蛮重量 说一下 这也是我一直在讲 其实这个是 未来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 死骨忧羞的问题 那所以感受蛮大 因为像宏卫兵这样 其实这个城市已经漫漫 很多人这样 那在前一阵子比较大的 有关武器的运动 就是那个图案堂 那其实那可以看起来 那一场活动让我们很大的感受 就是说像瓶盖工厂 还有像北投 像很多地方的朋友 都跑过来 都以前不会这样 以前就一个战场 一个战场的大 可是最近呢 有一点像前几天那个食物一样 大家都跑出来 那这代表其实正常化 已经变成这个城市的一个 一个力量 那所以我这样来看 我想 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 应该 大家真的参与进来 这个绝对是一个 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 那提供一个信息 我的那个脸书是 M-A-O-I-S-L-E 那你如果有兴趣 可以看到 前面 应该从我脸书开始 的一个 整个比较像文化之产 都像故事更新这个议题 都在上面 我大概常常 每一天都在写好几个 事情在上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先非常谢谢 王晏瑞老师跟李君豪 跟我们分享很多的 独特的见诚 看看 您有特别再讲一下 那王老师 打算您这个 南港平代工厂的保留板 您的特殊 就是你们上 很多网路上搜寻 南港平代工厂 都会找到 其实还蛮容易找到 那我们后来 替他设了 就是我们的志工 替他设了一个网页 但是因为其实我们能力 还蛮缺乏的 就是光更新粉丝业 我就更新不然 所以我们还蛮需要 有人可以去帮忙 就是更新还有建立这个网页 如果我们已经建立好 但是他的后续的各方面 现在还蛮需要更多人的投资 对 谢谢 好 我想 南港平代工厂 这些还有派有一个 URS20 之后就是会面临被社会 但是很有相关的组织 所以 我们就 我们需要组织非常多 所以未来 也希望在座的朋友 都可以成为一个宗旨 让他们重复 这些事 变成一个 代佛者 所以在座应该 都有这样的潜力 那我们就 再次掌声 谢谢 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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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继续跟这两位 翔子丹 做更深刻的一些讨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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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